我现在是在南京的柳手山 这里是南京啊 据说最值得一来的地方 这里是一个4A级景区啊 现在是中午了 准备去吃个饭 不知道这边的饭菜贵不贵 你们去看一下 这边有个面馆叫天鹊酥面 这个景区里卖的都是素食 以素食为主 看一下这个价格 基本上都是20多到30多亿万 有汤面也有拌面 刚刚买了一个这个竹笋雪菜的拌面 32块钱 这个拌面做起来还是很快的呀 这么大一碗 看一下 它是竹笋跟雪菜 然后还有黄豆 类似那种盖椒面的感觉 里面还有青菜 全都是素的 看起来不错 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这里面还有这各种笋子 分量还是很大一碗的 感觉中午在这能吃饱 刚刚吃完出来了 味道还行 30多块钱 比外面贵个10块钱左右吧 南京的物价还是很贵的 我昨天吃了两份面 都是2728块钱 一般在我们老家吃面大概十几块钱 15块钱左右 这边要卖20多 这个面在景区还好吧 景区算便宜的了 一般有的景区一碗面要卖你个四五十的 不会过 而且有的景区卖的贵 而且有的景区不仅卖的贵 而且那味道不行 这个景区感觉 这个面的味道还行 酸笋加上雪菜 比较开胃 这个夏天吃刚好 吃不饱的可以点套餐 他们还有素包啥的 大家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说一下自己的看法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给我点赞和关注 有关流水山的视频 可以在我的主页看其他的视频 我会慢慢的更新